我剛出來當老師的時候也犯了很多的錯 然後是一直犯錯才記得說下一次要怎麼做 所以Don't feel bad to make any mistakes OK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我們的 handout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你的一個教學的一個理念 就是我自己的寫下的一些我自己要記得的理念 覺得最實用最在課堂上最幫助我跟幫助孩子的一些理念 然後第二部分是我常常用的一些工具 譬如說音樂啊或者是Puppet啊 然後第三部分我會跟你們change一些我自己常用的技巧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開始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是Be well prepared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小孩 第一個是知道你的小孩 你要知道他的每一個年齡的特性 像20歲跟30歲 其實可能他的特質不會差太多 可是2歲跟3歲就可以差非常的多 所以我有準備 應該在Hannah的後面是不是 我有準備一份是age characteristic 那我不花時間一個一個go over了 可是裡面有講得非常清楚 像18個月大的小孩他有什麼特徵 那你有教學的時候你有什麼技巧可以用 那到了2歲或是3歲又有什麼不一樣的特徵 那我問問看大家都是家長 那我問問看你覺得18個月大的小孩有什麼特徵 亂摸 亂摸 對亂摸 可是到了3歲他就不會變得那麼喜歡那些sensory 他會喜歡說在他的cognitive上面比較有刺激的 譬如說遊戲他可以去猜的東西 可以去讓他有刺激的東西 等一下我有些活動你們可以看看 你就會看到他們非常的活躍 所以會有motion的東西 你就會學你做動作之類的 對 好 那第二個就是你要知道每個小孩 雖然他的年紀相同 然後有共通的一些特徵 可是每個小孩是不一樣的 就是這個對老師來說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在教的時候 我知道你們的特徵是每個禮拜來的人不太一樣 所以那個會比較困難 但你可以如果是這個情況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先一開始在課堂的時候 用幾分鐘去讓小朋友介紹自己 然後譬如說讓他分享說自己喜歡的hobbies 喜歡的顏色也好 這樣子 然後你等一下就更好的運用這些特徵去分配工作 或是讓他們選擇一些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對 好 那像我的班的話 因為同學是每個禮拜都會來 所以我都很知道說 有些學生哪一些是比較喜歡搗亂的 比如說有兩個人坐在一起 他一定會很混亂 所以你一開始就要 我們常說be proactive rather than reactive 就是還沒有發生問題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分開了 有些很多老師我看他們都會忘記這一點 就是座位的分配是很重要 那那兩個會搗亂的話 你中間一定要放一個非常安定 非常穩的學生在那邊 對那個會阻止很多的混亂發生 好 那這個沒有問題 那第二點就是know your class 那你要知道你的班 你的material在哪裡 可以提問題 對 對 對 OK 因為我們那個班啊 教的就是從六歲以上到就是上限大概就十幾歲了 嗯 那我就發覺好幾個孩子就是說 他們就是一在一起就肯定是很搗蛋的 但是我就跟他們說就不聽 然後呢還有一家呢就是就是譬如說他是兄妹兩個 或者姐弟兩個 他就要連在一起 你不要他去 他就待在外面不進來了 然後你怎麼喊怎麼那個 就變成說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呢你一轉身一不注意 因為他又開始溜在一起 然後就在那裡講話 還是什麼 對 他可能 別的孩子看到他們這樣就變成一團 對 對 所以一個 就是像你說的 只要有一團亂的話 別的就會開始跟著亂了 對 所以這個問題是 不是一個技巧可以解決的 就是像剛剛夏天老師說 有些班規是一開始就要講得很清楚 然後另外就是他們兩個一定要被分開 就是他們一定不能坐在一起 那如果他不願意喝多的話 他就沒有這個privilege去參加你的班了 那我就會選擇說你們要在corner那邊 就是說你要有一個很clear的 expectation 你今天來到我的教室的話 你要去have fun 那當然你的課要準備得很fun 要不對他來說他一點興趣都沒有 他當然會選擇他就白來生了 但是如果很fun的時候 他會看到有一個東西他要去拿 那如果你剛說你不遵守這個規矩的時候 你失去這個privilege 他會非常的upside 小朋友你都一定會 這個technic是一定會work的 所以第一就是你的課要很fun 第二就是要把他們分開 第三要跟他們講規矩 你的consequence是什麼 你們如果打亂的話 那請你也要在corner 你沒辦法participate我們的遊戲 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變得fun的時候 你要讓他拿到reward 我等一下會講一些reinforcement 就是怎麼讓他們覺得很 他很想要做 就是很想得到 所以我要這樣子做這樣子 對 我覺得反而是兩個是比較矛盾 因為have fun就反而沒有氣力 什麼 你要是課好像have fun 就是反而就比較亂一點 不一定 就是所以你的定你的fun 就是要重新再定一次 其實學生們很organized 很structure的時候 也可以非常的fun 就我們家會有很多這些經驗 就是夏京老師也帶大班 因為我不是叫大班 可是大班也有很多的活動 可以非常的fun 可是非常的structure 我想夏京老師等一下會分享一些 對 那我先講小班的 好 那resources講 我還沒講完就是 老師 learn 的時候很容易 所以就花時間去找 我的那個materials在哪裡 如果你一兩秒的時候 在那邊frustrated的話 下面就會開始亂了 所以你自己要非常的cone 你知道你的materials在哪裡 好 我今天做arts and crafts 你就已經放好了一組一組的 然後你知道說 一個box 一個creants 就是分給一組這樣子 然後到時候說 在哪裡在哪裡 然後下面那些就會開始 你就很難再get them back了 對 所以你的這一個雖然是很 聽起來好像是不是什麼技巧 可是這個很好用 know your materials 然後be prepared 你要先放好你的materials 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要知道你的schedule schedule也是非常會讓老師糞亂 然後你就是大概就是 老師一亂下面的學生就會懶 所以平常我都有lesson plan 我每一堂課我都有自己lesson plan 我就寫得很清楚說這個時間 像剛剛我們用timer 這時間到了我一定要 如果還沒做完的話 我要 wrap up 然後去move on to next station 這樣子 那我可以傳這個lesson plan 給大家看 沒有什麼很難的地方 就是很simple 讓我自己有一個wrap up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點就是 因為小小孩學習 需要repetition 他才記得 我幾乎每隔10分鐘 我都會再講一次我的main points 譬如說今天的main point 是take care of each other 那我每一個活動 不管我做什麼 我都會再go back to my main point so remember we have to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然後幾乎每一堂我都會 repeat 大概五、六次 那小孩我最後離開的時候 他會有感情說 今天是學take care of each other 這樣子 好,那第三就是要know the parents 家長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有些時候 有一些不是很主任的家長 也有一些很積極的家長 他可能會進來看你的班 他可能也不一定站在外面看 那有時候 他們會誤會你的philosophy 譬如說我的班 我會有一個Calm Down Area 那會有個沙發 如果情緒不好的情況 我會請他坐在那邊 先Calm Down 那家長不了解的時候 他常不會想好 就是第一次來的家長 可能會誤會我 為什麼要去罰大的小朋友 其實這不是法 This is not punishing 這是一個去understand 你的小孩的需要 而給他的一個 做出的一個 調適的一個方法 所以Calm Down Area 是讓他去Calm Down I'm not punishing this kid I'm letting him to count down Calm Down 然後他情緒穩定了 很快他就可以再Join us 然後你就更好去戴這一個班 所以有一些你的strategies 要跟家長解釋得很清楚 對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對教導家長很好的機會 他們在家也可以用這些方法 我覺得Asian 特別喜歡用Punishment 或者是Shame 他會讓小朋友覺得很 很被羞辱 然後小朋友才願意去糾正 但是我自己的Philosophy是 Shame很容易傷害到小朋友 然後他會去遵循你的教導 是因為他怕你 但我希望小朋友成長 是因為他尊重你 他Respect你 他覺得你是Role Model 他才去聽你的 而不是說他很怕你 這樣子 對 那第二個 Know your parent的點就是 你要Explain 你的Teaching Style 那剛剛我講的 然後你要Exchange Updates 譬如說 有一次我記得有個家長 來跟我說他的小朋友 最近在學校被Bully 就是被欺負 所以他情緒很不穩定 我覺得那是很好的Information 你知道說這個小朋友 特別Sensitive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去注意他的情緒的改變 一點點的情緒改變 你就可以給他 譬如說 Are you okay? Should we continue? 這樣子 就是一點點的問候 都會對他來說很有用 我記得那一天 TA不到這件事 因為TA好像是臨時來的 然後TA又習慣用那種很 很Straight的方法 所以他看到這個小朋友 開始哭的時候 他就跟所有的小朋友說 Just ignore her 就是因為大家被教導的方法 就是說小朋友 No,Just ignore 然後他自己就會好了 可是在這個情況上 這個小朋友 他的需要是 他的群術需要被撫平 所以你知道這個Information 你就要去朝著這個方向去做手 不要說去Admore 這樣子 對 好,那第三點是Follow up 譬如說今天課教完了 家長來接小朋友 你可以跟家長說 今天這個小朋友做了什麼 或者是他有沒有什麼 特殊的情況發生 然後你可以回家去 再注意一下你的孩子怎麼樣 那你再給我一些Information Feedback或什麼的 對,這些都很 對家長很有用 因為他不會常常在這邊看小孩子 怎麼上課嘛 那上課有時候 他的表現不一定 跟家裡的表現一樣 像不只是對主流學好 而是對他Regular School的表現 也非常的好 你的這些Information 都可以再Pass on to Regular School的Teachers 好,那第四點 最後一點是 你要Know your Partners 我不曉得你們有TA 像我們那邊就會有TA 那常常會有家長會來 有時候就會有點抱怨說 TA怎麼都不做事情 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那不是TA的錯 就是很多時候是老師沒有給 Clear Instruction TA根本不知道他要做什麼 所以開就是上課之前 你要先跟TA講好說 譬如說你要坐在哪一些小朋友的旁邊 或者是小朋友鬧脾氣 你要怎麼樣去 這些你可以先跟TA講好 要不很多TA是沒有經驗的 他來了就是坐在後面 變成說你也浪費了有資源這樣子 所以跟TA溝通很重要 然後就是就是要share你的Lesson Plan 跟TA講好說 這個時候可能我需要你幫我拿什麼東西啊 或者是這時候你幫我禮的Activity啊 這些都先講好 就會讓整個教學的流程變得很舒服 好 那這些比較Boring的Part 我就很快地講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一些比較有趣的 在班上會發生會用的一些技巧 好 第二個部分是Design Kids Centered Activity 那我說你要用Age Appropriate的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說了 你差個一歲可能已經差很多了 他學習能力已經差很多 像我們的班 之前我們缺老師說我們混零 我們從一歲半到五歲都有 我的班裡面 但其實一歲半到三歲 已經很難 我很難用他們的一套去教三到五歲的 所以那時候我很多東西要 就是要 把它再稍微調整一下 譬如說我的Game是Puzzle 那我三到五歲的我給他10塊的Puzzle 那一歲半的我可能只會給他兩片 大大片的這樣子 所以你要記得說你準備的活動是要Age Appropriate 要不你給一些一歲半的10片Puzzle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他也沒有能力去Furnish那樣他做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就是很重要的一點 我自己也 這是我的Philosophy 就是學生要非常感興趣 所以譬如說你 像剛剛這位同學 說誰 說誰 你說他不想要來參與 很大的原因可能是活動不夠有趣 所以你要知道他們喜歡什麼 就譬如說我的班 我有個同學 他非常喜歡Insects 就是Jordan 他非常喜歡動物Insects 只要你拿一條魚出來 他的Attention就會在你身上了 所以你每一個學生就要去了解說 他喜歡什麼東西 然後用他們的Interest去吸引他們 等一下我們會看一些影片 你就會看到我講的 然後切完切完 我覺得這也是Asian老師常犯的毛病 像小時候都是老師站在這邊 然後老師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就Expect學生一直聽 其實很多時候你要去聽學生的Feedback 然後你可以給學生一些Ideas 甚至你可以讓他們給你Ideas 等一下也有影片會 會Show你這樣的Example 好 那我們到C Create Meaningful Environment 好 什麼叫Meaningful Environment 像Sitting Plain 也是一個非常Meaningful的東西 剛好我講的 你只要把一些喜歡愛倒外的人分開 其實你整個Classroom就會變得很不一樣 然後第二就是要Set up很Clear的Classroom Rules 剛剛夏天老師也分享 Five Second Rule也好 我自己的Calm Down Area也好 這些都是你要讓小朋友記得說 這是你的Rutes要去Follow 像剛剛有沒有Case study說分組 然後那開始不開心 我覺得夏天老師講的解決方法非常好 可是那是一個Reactive的解決方法 就已經發生了 那如果說在這個之前 我常常都會先問自己 我玩這個遊戲之後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一定要常常問自己說 你給他們的這個Ontivity 會有什麼Potential的Hazard 就是好我知道這小孩特別sensitive 那我分組他可能分到不喜歡的朋友他會開始哭 所以我一開始講的Rutes我要講得非常清楚 If you wanna participate, if you wanna play, if you wanna have fun When you, when I assign you to a certain group, you have to stick with it 然後, do you agree? 然後你要每一個都agree 那他不agree他就沒辦法參加了 那這個已經prevent了之後他們在那邊鬧的一個問題 很多Rutes你要先一開始就講得非常清楚 跟他們說Consequence是什麼 好,那另外一個就是Clear Zone 這是對小小孩特別有用的一個東西 像這個教室那麼大 那他們很容易會到處亂跑 所以你要把它separate成不同的Zone 像我現在舉個例子 我這邊會變成一個circle time的area 那你story time就在這邊 就不要再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然後,ok,circle time之後 我們要譬如說,circle time是welcome的時候 我們唱歌,我們version 然後之後我們有story time 那story time我們可能去那邊 那邊已經放了poster 那你的transition就很smooth 你也不是要再去找什麼poster 你就已經貼好了 那你就說,ok,let's transition to story time 那如果學生常來的時候 他就非常的習慣這個模式 那他就過去了,story time 之後我們是arts and crafts 後面有table 那我們就move to table 是table time 然後他們就這樣子 變得smooth 所以小小孩必須要有一個很清楚 很visual的一個Zone 幫助他們去transition 像,嗯,我有帶我的那個 等一下我也有跟你們講一下 怎麼讓他們transition的比較smooth 像我都會有這些card 放在我的一個whiteboard上面 我都會先排好 然後一開始我就跟他們說 今天的流程是我們先praise 然後我們講story 然後我們用arts and crafts 然後之後我們snake time 然後之後我們再禱告結束 這樣子 那每一次譬如說我praise完了 我praise完了,ok,我們welcome完了 然後我會請一個最 剛剛最stable的小孩 你come up,help me take this out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next 然後就是story time 然後他們自動就會過去 你甚至都不用提示他們 好,那meaningful environment 講完了 我們跳到d 是build of authority 跟friendship 這裡有兩個term 可能一些學教育的人會看過 第一個term是authoritative 那第二個term是authoritarian 兩個是很相似的詞 可是是非常不一樣的一個教導的模式 有看到嗎 在第一頁 第一頁 我們還在philosophy那邊 可是已經到最後一點 就build of authority那邊 那我們當老師的 我們是要當一個 我們是要當一個authoritative的 就是你給他們high expectation 也有很clear的guid lines 可是你是nurture他們的 你不是一個dictator 對 然後我們不要去當一個authoritarian的 那種小孩就比較像Asian的家長 就是那種胡媽 就是你什麼ruth都講得很straight 他們沒有speak的 他們就是要follow這樣子 我覺得想說我對於這種教育法 是他可能會聽你 可是他會學得非常的不開心 好,那我們現在到第二大部分 my top picks of tools that little kids cannot resist 那我這邊分享了五個 很commonly used的一些tools 那第一個就是music 我不知道你們彈不彈樂器 你們會彈吉他對不對 嗯,有人會 對,那就是非常好的一個tool 就是你可以在班上 一開始就有一個welcome song 因為小朋友一開始都會四處亂跑 你需要一個東西去get his attention 對,你要get his attention orget her attention 那你可以就play這個song 然後就開始要welcome each other 這樣子 那他的tension就全部到你身上了 好,那你可以做welcome song 你也可以做clean up song 有沒有我們唱過clean up song clean up,clean up,clean up everybody,everywhere 就一些東西去get their attention 那你也可以唱一些你自己改編的音樂 就是,其實你們知道hAPPY BIRTHDAY song的來源是什麼 大家都會唱HAPPY BIRTHDAY TO YOU 其實他是一個,大概一百年前 一個幼稚園老師寫的morning song 他其實一開始是good morning to you good morning to you,good morning to you,good morning to you good morning to you,good morning to you 就是要get小朋友的attention 所以你可以找一些很朗朗上口的兒歌什麼都好 你可以把他的歌詞改成你今天要的一些key points 譬如說剛剛我的lesson plan是什麼 我的lesson plan是take care of each other 那你可以譬如說 呃,有什麼耳歌呢 一三,一三亮晶晶好了 we have to take care of each other,each other,each other 就你可以自己改一些 他們也會唱,可是歌詞不一樣的東西 對,好,那我這邊,喔,還有一個technic 我覺得很好用的是,你可以選擇 調整你的速度,唱歌的速度 小朋友很喜歡這些變化很多的東西 如果你可以調整你的聲音 我的班很喜歡squeaky voice 就是很像老鼠的聲音 像good morning to you,我可能不會唱 good morning to you,我會唱 good morning to you,然後他們就開始 呃,也在那邊嘰嘰嘰嘰嘰這樣你唱 對,就是一些比較有趣的變化 然後最後就是body movement 我想你們也是用過的 就是,呃,譬如說你唱禱告的歌 你可以跟著他們 就帶他們一起做禱告的動作這樣子 或者說everywhere,你可以point to everywhere這樣子 對,我給你們看一些example 好,這個是movement 我們第一個來看movement 像movement 像movement 有嗎? 欸,好啊,比較好 Ready,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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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看,有點 大家聽得到嗎? 這個 這個 呃,這是阻打鼠嗎? 看一下 就那個,你都沒有去運作嗎? 好,好 好,那這個呢,是我帶他們welcome time 就是歡迎他們來到我的班 那你可以看 你們可以注意看,呃,這個小朋友 他一開始其實有點bored 然後但是當你變化你的速度的時候 他整個人就很投入了 而且我們這次混齡班 他是大概一歲班,他也是一歲班 這幾個就是四到五歲的 Ready,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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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it 對,就是要有tension讓他們會去expect 你要做什麼事情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我給大家看的譬如是 Action 就是可以讓他們做一些動作 當你帶你的shircle time的時候 對,然後剛的有一個小朋友就是 就是不怎麼反應 所以老師要非常的 sensitive 如果你看到有些小朋友沒有在聽的話 你可以 redirect 你就去問他說 欸 what's an angry face 這樣子 就叫他做一些事情 好 那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music 或 role play 那到第二個 到第二個 tool 是 games 那 games 我們現在很幸福 因為有google 所以我幾乎很多遊戲都是在網路上找的 那你自己稍微再調整一下 就會很好用了 那這邊我不夠 over 那第三個就是 sensory items 對小小孩來說 sensory東西最好用 像 bubbles 啊 silk 啊 brush wind wind很簡單 你可以拿一塊大的板子 這樣動一動他們就會很開心 然後還有 play doh 啊 就是那些 對對對 那 bubbles 的話我最常用的一個 purpose 是 get them the attention 我上課的時候我有一個自己老師的bag 然後如果開始混亂的時候 你只要吹一點點 bubbles 它全部的tension又回來 對 所以那個很好用 那第四個 tool 是 puppets 就是那個木偶 第五個是 snack 可是我通常會留到課的最後 變成一個 reinforcement 那你們今天participate的很好的話 那我們就有snack time這樣子 對 那snack的話也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有些小朋友有food allergies 所以這個要先問好 然後我通常會帶水果 因為我們家會有一些家長蠻 picky的 他們一定要吃organic的 所以我就只好帶水果這樣子 好 那現在到我們的重點了 就是第三部分 我用的strategies 我有 我幫大家整理了十個 我覺得他們用的 那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reinforcement 那大家可能聽到reinforcement 會想到就是給禮物 我覺得Asian很喜歡給禮物 然後但是其實大家可能在美國會發現 這邊老師很喜歡給 positive encouragement 即便你問一個問題 他都會不管什麼問題 他都會說 Oh this is such a good question 就是我覺得這是西方人的一個文化 那我覺得這樣非常的好 對小朋友來說也是 他們很喜歡聽到你的 positive的一些 praise 等一下我秀一些影片給你們看 就是怎樣去運用這些craze 那至於說一些比較實際的禮物的東西的話 大家可以弄一個token system 像蘇晨你剛剛那個情況 我想待會下面會分享 我們也有一些system 就是大家就要earn points earn完points之後 讓他們可以換一些東西 那在我們班的話 我讓他們自己做一個apple tree 那這些apple就是他的token了 那這些是他們自己寫的名字 對 像Makayla她很乖 然後今天比如說她做了 這個很tricky 就是她做了一件好事 我會立刻給她一個apple 對 然後我的一個小trick是 每個人上面 我都會先給她四個apple 這樣變成說她今天沒有earn 她也不會feel bad 對 那我也有可能是從她的四個apple 我會remove一個 那她會feel very bad 那這個對那些不太好的學生 會非常的有用 就是比較皮的學生 不是不太好的學生 對 那這個呢 每一次是 每一次是累積嗎 還是每一次就是這樣 沒有 我看你自己喜歡 我自己喜歡每一次都是上report 對 那給她什麼reward呢 不一定是一些禮物 有可能是privilege 像今天她得到最多的apples 我可能會讓她下一次當我的TA 這些privilege 都讓她們覺得非常 她的self-esteem就變得非常的好 對 不見得你要去買一些禮物送給她們 那 apple tree我講了 那我們來看看我給的一些example 第一個是privilege 她有什麼privilege可以給 那這個我剛剛說 I like how you sit so nicely 因為其實小小還蠻喜歡動來動去的 可是她算是做得蠻穩的那一天 然後我就給她的privilege 就是我們唱歌的時候 我讓她選要唱什麼 這些都是privilege 就是別的小朋友沒有就是privilege這樣子 所以我們待會唱的歌就是要唱跟lose有關的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example 嗯 那你給privilege的時候要記得 你要警示為什麼你給他們這個privilege 像我很常說的就是 I like how he sits so nicely 就是很stable that's why I want him to come up to remove the card for me 這樣子 那別的小朋友看到 雖然他不會講話 可能心裡面也會想說 下一次是我這樣子 對 對 好 那再來的是 就是 這個沒有什麼privilege 可是這也是一種reinforcement 就是你在大家面前describe 某一個學生他做得很好或什麼的 可是 可是 常常 我覺得老師很喜歡用的一句就是good job 但是這個太broad了 然後很不specific 我就會 比如說他今天畫了一個圖 我說 oh this is so nice 那為什麼呢 你要想說為什麼 我就會去找一些地方 比如說他塗顏色塗得非常好 塗在裡面 然後都沒有去把那個筆弄斷或什麼 這些都是可以講的 你就可以在大家面前說 我很喜歡mikella 這樣子塗他的圖片 然後非常的漂亮 然後你開始秀給每一個小朋友看 那小朋友看到他下一次也會想要學 這樣子 這個是好 適合大班嗎 這都是小班的 這是小班的 大班的要請教小新老師 其實很多原則都是一樣的 譬如說 你喜歡那種positive reinforcement 你公開鼓勵他講義他 他們都很操心 就是有一些孩子的心裡還沒有被他 沒有得著他 就是你跟他搖搖搖搖搖搖搖 你跟他搖搖搖搖搖搖 你跟他搖搖搖搖搖 你看的眼神是不是 火焦起來了 那也有一點可能是跟你的authority有關 authority就是你的權威 我覺得權威建立很重要 是 你第一堂課miss了之後就很難收拾了 所以如果你們上一堂會有新學生來 你一定要非常的firm的ruth 每一次講完一定要做 要不一次不做 他們下一次就知道你可以欺負 他就會push你的boundary 這樣子 對 就發覺就越來越多的孩子 就是對你因縫養威 對 然後就覺得整個課房你沒辦法control 然後你交交 交他來你覺得你準備的那些都全都廢了 然後你就很fustrated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這個 我講完之後你可以看那個小朋友的反應 然後他就會feel very appreciate 就是因為我誇她說她把顏色都塗得非常好在線裡面這樣 所以這些都是小小的動作 可是對小朋友來說 it means a lot 好那我們到第二個strategy 就是acknowledge their feelings 這也是老師常常忘記做的 我們當老師要非常sensitive 要知道他們的感受 然後要be proactive rather than reactive 那我們來看兩個sample 這個是有一個小朋友 他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他在學校被bully 然後之後 他到學校都 到我們主學的時候 都很容易很愛哭 很容易被失控 掰掰 大會一件事 我已經在這裡 我們在學校會是大學的 那時就有留著 平時就有多的 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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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做了他自己就在那邊復原 你也不用去安慰他什麼的 然後可是要make sure 你stand一個小朋友去calm down之後 過幾分鐘你可能要去check on check and see他是不是ready了 要不要再回來我們班上呢 她說no 那沒關係你就把它force他 那我就說我再 let you calm down for a few minutes 這樣子 and I can you wait ok or let me do I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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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看他在沙發上面非常的calm Yeah就是小小的strategy可是就很好用 那有沒有孩子你說你去沙發上坐一會好不好 他說不要 會有會有 那被孩子繼續這樣弄著 對那這個我就要等一下我有一個strategy 就是give choice 那我就會給他choice 那我就會給他choice 可是很tricky就是我的choice都是一定要他去做的 就我就會問他說 ok you either go by yourself or I'll pick you up 所以我的最終目的他還是要坐在那邊的 對 所以我等一下會給你看一些影片你就會看到 當然會有小朋友說no的 所以有一個點很重要我常也會犯這個錯就是 就是小白問說can you do this 他會說no so you can give them choice 然後那些choice是一定要say yes的 對 這個是be sensitive 因為有這個有個小孩他很累然後一直躺在地上不想要上 看起來會被小腹也受到到 gua 這裡賣很��嗎 他為什麼要殺到 就是這一位Jordan 就是這位 나오� alive because I didn't see you last Are You sad �哒 етр Are You happy? exy You're not happy 今生日好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 what happen behavior Is it because your finger hurt? No 好 how can we make you happier for that okay are you happy now no yes you're happier now you have to make more songs and make you happier okay I don't know it's a long day Do you want to feel your ears or something? 那我就看到他好像很不開心 那我就開始Prom說 你為什麼不開心啊 是怎麼啦 然後他就 他後來就說他累了 那我覺得這個情況你可以 讓他在旁邊休息一下 或者就是你給他一些redirection 像我現在就redirect他去做一些事情 他幫我選一個東西這樣子 那他就開始慢慢的忘記他剛剛做的事情 或忘記他很累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到第三點 就是provide them with democracy 跟 choices 第一個 你要be flexible 然後要respect他們的ideas 那這邊我有兩個example 這個是有個小朋友就提議做一件事 很多時候老師就想說 我要分我自己的flow 就try to ignore the kid 可是我會覺得 當你respect他的小idea的時候 他之後反而比較好 discipline 他會覺得他 他會對你這個老師有更多的respect 剛剛我們在唱 if you are happy shout hooray 這樣 然後之後有一個小朋友就說 I wanna sing hosanna 那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因為這是跟battle有關的 那我就順著他的意 就繼續唱了 好 好 你喜歡說一聲 好 那是好 那是好 我喜歡 OK 你會覺得很開心 你會知道 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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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suggestion也不會影響到我的 這個 Lesson plan too much 所以我就take it了 但當然也有一些suggestion是 會完全 就是影響到你的教學的話 你就有技巧的去拒絕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我們有一個class pack 那instead的我給他一個名字 我讓那些小朋友自己幫他取一個名字 這樣子 但裡面也看到另外一個可以學的地方就是 就是小朋友常常會開始discuss的時候就開始 有點忘記了 忘記了重點是什麼 那當你看到開始 他們開始又飄走的時候 你就要stop了 OK 那我幫他make a decision 這樣子 Have you seen him before? Do you know him? Don't you know him? Are you sure? Yeah He's doing Money your help He doesn't have a name Can you give him a name? I want to call him 66 66 66? That's a girl's name I want to call him 66 You want a girl's name? Hey,I got a girl or a boy? Girl boy It's not a boy It's not a boy It's not a boy's name Come on Roland,do you have any idea? You want to call him Roland,do you have any impression Self Roland Self Oh Hello Pinkie Pinkie I have a girl's name OK We have a look at you Pin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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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 little bit drowning But it's OK OK Pinkie OK,Dekoy's Pinky 那因為後面大家都沒有想法 我就直接就take a name 然後就說OK,we call him Pinky 然後就move on 可是我覺得這個整個過程 他們會feel very warm 就是他覺得我是part of this class 然後這是一個community 我自己可以有我自己的選擇這樣子 好,那我們到第四點 我們要set up很realistic的 expectation 然後要很clear 剛剛我其實都有大概講到一下 像你一開始begin your class的時候 你要有很clear的schedule跟ruth 像夏天老師說我們一開始會講一個 Our church is God's house 這些wuru 我們每一次都會講一次 那在我的班的時候 我幾乎每一次都會跟他們說 你們如果behave well I will give you apple 因為神叫我們要bear fruits 然後我就會這樣子先開始 然後也會跟他們說 你要give me your eyes 要give me your ears 這些很basic的ruth這樣子 每一堂課都要repeat一次 因為你一個禮拜才見他一次 他一定會忘記的 對 那我這邊有個example是 一開始我先go over the sandals 其實剛剛這邊有個小朋友叫mica 他才一歲半他連獨自都不會耶 可是他已經internalize了 他已經記住了 oh after 我剛剛說after story 他就說pray 他就知道了 我story time之後也要pray 所以這些都是你要每一次都要repeat 然後這樣讓小朋友自己也 就是前一步畫地把這些schedule背起來的 對 然後use simple signals 那這些都是 其實有點回答Susan的question 你怎麼gather他們的tension 像我的班的話 你可以turn off turn off你的light 你一關燈他們整個就會停掉了 無論他們多忙 他就會stop 然後你再turn on 然後你給他instruction 他們就會get your attention了 對 這些很simple然後很好用 然後或者是clapping 在美國學校很多老師都會用這一招 比如說你可以教他們 當我clap 夾 klass 然後你們要clap 就是你要叫去跟他們的這些 他們記得了 每一次他聽 有點像在train一個動物的一樣 像你拍了這個rhythm之後 他們就回你這個rhythm 那你又get他們的attention了 然後你也可以用slogan 像常用到的就是 If you hear me clap once 然後小朋友就clap once If you hear me clap twice Clap clap 然後他們又有你的attention了 就是很多这种各式各样的技巧 还有的话,像我的班的话 有时候我会用摇铃 我们家会有摇铃 他们一听到铃声的时候就会知道说 是老是要开始give instruction的这样子 OK,那第四点的最后一点是 clear explanation of consequences 跟 request 那我刚刚有提醒大家说 最好use statements but I would use can you 什么什么 就不要给他机会说no 那我这边有一些example give reasons for any consequences 我说很clear的很simple If you don't sit on it 你的consequences就是 I will take it away 不要再讲太多了 就是keep it simple alright I'll extend one OK,那你给你的答案 one, two, three 他们已经很use to 我的one, two, three 就是这是他internalize的一个route 我开始看one, two, three 他一定要给我一个decision 他不做的话我就会开始 去实行我刚刚说的consequences 我就会take it away 这样子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好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oh, see you just in your body you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OK I'll play here one because you're not using it, right If you were playing with it I want you to sit on it see that's when you sit on it i want you to sit on it cris cross applesauce cris cross applesauce cris cross applesauce 就是他们要撬着 就是盘着脚这样子做 对,这些slogan都很好用 那刚刚的example 我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说 keep your...keep你的... keep你的explanation simple keep你的...keep你的explanation simple 就是if you don't do this consequences if you don't do this consequences 然后他不做了 就也立刻的就开始count了 或者是给你的consequences 所有东西要很快 要不就是我觉得就会失去那个... power跟那个effect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example 是remove distraction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尤其在小班 因为小小孩很喜欢到处explore嘛 你只要不小心把一些很... 很...他们很吸引他们的东西 放在他们看到的地方的话 就会变成distraction了 所以上课之前你要make sure 看一下你的环境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 那个小朋友可能会去弄的 你先把它藏起来 这个有个小朋友就带了一个玩具来 那你一看到就要立刻的把它remove 那你不是说我要罚他 你刚刚解释说老师帮你keep 然后我们上课上课完了之后 给他promise说我一定会还给你 他们最怕你拿走 是因为他怕失去这个东西 可是如果你promise他 我之后一定还你 他就很放心的给你 就是要remove distraction 最后一个sample是always demo 最后一个sample是always demo 就是每做一个activity 我都会先demonstrate一次给他们看 就是每做一个activity 我都会先demonstrate一次给他们看 那这个非常的简单 就是demo demo demo 要不小朋友算你讲的他可能听了 但他不知道要怎么做 所以visual demonstration是最有用的 好那我们到第五点 就是要用teachable moment 刚刚夏静老师也常讲到teachable moment 那我们要常常facilitate problem solving 比如说小朋友在吵架 instead of你帮他去solve the problem 你去问他问题 然后你我们也要常常在累穆 比如说他吵架 你就去remind他你的bible points 比如说love one another啊 那你上禮拜学了什么啊 那你有没有apply啊 这些prong的question 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些example 今天的我记得那天就是 那天的key point是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那我们arts and crafts的时候 然后我们做完了就有snack time 那这小朋友做完了 这个小朋友做完了 他就过来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teachable moment 他要的东西 那我顺便叫他说你可以share 我就请他 你可以share给你的妹妹 他妹妹在这边 就是这些都是很好的teachable moment 去教他们apply他学到的东西 然后他就share了 然后d triple moment还有就是可以请他们share一下他们做过的一些对象 对象 你 Apart 那你知道他有什么 对ensin 就是講聖經故事的時候 盡量帶到一些Live Application的東西 可以教他們學家裡發生的事 或者是他們可以Make Promise 我下一次可以怎麼做這樣子 這是當機的 好那我們到第六點 Redirect跟Sustain他們的Attention 這也是老師常遇到的一個問題 他們常常Attention Span很短 都是小朋友 那我這邊有幾個Example 第一個就是Redirect 第二個就是Make Purposeful Mistake 這個很簡單 比如說你知道答案是2 你故意講1 那如果有在聽的小孩一定會Correct你的 那你就知道誰沒有在聽了 那你就要Pay more attention to那些小朋友 那還有就是Create Tension 然後請小朋友去Find Details 我這邊都有3個 第一個Redirect 我這邊有一個人的挑戰 那我這邊有很多人的挑戰 是可以了嗎 是吧 好 再一次 或者这个时候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讲得非常快 我们时间很流行 我想知道的话 比如说他不听你的 就是你已经警告他了 然后那你怎么触碰他 那你有没有一个Rules 就是 那你总是可以回到 就是你 比如说你要惩罚他 那这个惩罚是 你自己立刻想出来的吗 还是说你本来就有一个Step Luce 就是说你一开始 这个班就有一些规矩 我们是有说先警告 警告过之后 警告三次 你不听的话就是 就是去Time Out 去Time Out 然后他们会怕吗 Time Out 他在那边笑 很高兴 很高兴 那会不会是活动回生不够吸引 就是 对 所以可能 我觉得整个问题比较 就是如果你要去改变这个情况的话 可能要从你的Curriculum开始作手 就是要让整个活动有趣 当他有趣的时候 小朋友会想要来参加 你这样Time Out才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损失 要不你对他对他来说Time Out一个无聊的东西他其实很开心 对 所以就是要从你的Curriculum开始调整一下这样子 所以在你的课堂上就已经给他们那些入伍说了 对他们都非常的清楚 非常清楚 那是Curriculum的Board 还是说你每次都重复呢 还是没有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惩罚 我就是叫他们去Countdown Area 那他们会很失望是因为那些活动真的有些还蛮好玩的 那他们就会不想要 对 那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像我刚刚说interest based嘛 你可以make a survey 你问一下你的学生最喜欢做什么 或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活动 那你再去从那些活动入手 你把那些活动加到你的Curriculum里面这样子 对 这样对他来说比较有吸引力 对小班可能这个比较 对像我们这个大一点的孩子 你如果都是教他喜欢的那些东西的话 那我们有想给他们一点Bible上面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 有一个就是有时候觉得很像没有教到他们东西 其实原则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家老师讲 第一个就是你的课堂要有趣 让这些孩子想要参与 那有一些观念我们需要有点调整跟改变 比如说做老师的 我们很习惯亚洲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纪 我们很习惯就是说坐在下面听讲 老师在那边一直讲一讲一讲 我们以前一般五六 我们小时候一般五六十个孩子 就是一个老师在上面讲 大家都坐在下面 我们感觉就是这种model 所以你会希望说你的班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在美国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这些小孩子都很喜欢讲话的 特别到高班 他们懂的东西一大堆 现在这个世代是电脑世代的 他懂的东西可能比你还多 在国家领域里面 对 你怎么可能让他不讲呢 所以你的课堂上 你就要让他讲 就像我刚刚 让你们配对 是吧 我讲一段之后 我就让你们讲 对 你要用这个技巧 在小学部 要用这个技巧 就是让他们配对 让他们讲 他们很开心 他们也愿意讲 待会我的那个部分 我可以demon给你们看 对 就是你整个课堂 就是小朋友 圣经这种东西 你要怎么用嘴巴跟小朋友讲 很难的 他根本听不进去的 你一定要把它变成像个活动来做 整个课堂要是整个act 就是actively的 involve他们 那他们就会觉得有意思 对 他们就会觉得有意思 让它变成一个活动取向的东西 对 然后他们是要come up with a project 要设计一个广告词 哦 那时候他们讲不完 他们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这个成果可以做出来 大家都很开心 你很开心 他们也很开心 对啊 所以你整个 你的model 你的paradigm 你只要shift 就是把亚洲那一套整个丢掉 那我跟你讲 这个也不困难 怎么讲 你只要找到一个好教材 因为我们做老师 没有时间去想一些细节 不动怎么弄 我们用的这个教材 我觉得蛮不错的 那个Faceweaver 是group publishing 他们这个照教 他们用了很多年 而且你要知道 他们都是一些 有经验的专家 去编出来的这些教材 而且他们test过 test过 就是等于被children test过的 以及在孩子身上试验过的 你只要找到一个好教材 那50%以上的问题都没有了 对 你就是follow他讲的东西 然后再把我们这些讲的原则 运用上去 就好多了 我上个礼拜也是用老美的那个教材 我觉得他们挺喜欢的 就是给他们时间讨论 就让你什么时候好 你就可以告诉 那我就发现有什么 那我就用诗笑评 就比如说你觉得挺好 但是你表达 你可能 就不是我 我不是说你 我说我有时候 我不是必要达不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 作为反正吸引不出来 你就抓重点嘛 然后就让他们记住的重点 你要抓住 但是让他们有 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 让他们去讨论 我觉得还蛮有效 但对我来说 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就是 我如何在带敬拜的时候 让他们能够活跃起来 因为我没有经历过 他们这个年龄在美国 所以我不知道 美国的小孩 他们应该唱一些 怎么样的敬拜赞美 我们其实有一个设计 可以选 对 对 就是我们有些歌的话 我们就跟你们讲 其实同样的道理 你只要选小孩 喜欢唱的歌 他们就会唱得很开心 你不能选大人唱的歌 给他们唱的 就会这样 我不知道他们应该唱什么歌 所以我又选一些 现在最时髦的 最流行的敬拜赞美的歌 不是给小朋友的吗 大人的 那就可能不太适合 因为我不晓得很多 去哪里找那些小朋友的敬拜赞美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请他们来 就是follow up 我们可以让人家的教练 去自己的 这个自由唱 所以说我们可以再告诉你 因为我们自己都不会唱 对 对 你发的歌 我都不会唱 不是 不光是 你们这谁都好笑 你呀 不然我带入主带 你还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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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选 现在电台里 你电台 没关系 你还会有那种技术问题 不难 那因为还有时间关系 我还有四个点 我很快地讲一下 好 direct的话 这是一个redirect的example 这个小朋友 又开始成立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然后 我说什么 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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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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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redirect 就是問他什麼顏色 他就 forget 他剛剛在講什麼語了 然後再來就是叫他們 point 就是 point to the fish 然後很快他就問東西了 OK 好 那下一個 strategy 是 用 finding details to catch attention 這個對小小孩來說非常有用 這個是 find details 這個是 find details 那下一個 strategy 是 make purposeful mistakes Is this right? No No I don't want OK 然後他就會 correct你 然後最後一個是 use tension 我等一下 why do you say your name? Dud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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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Buleean Jo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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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Makela My gosh What's your name? That's your name Well What's your name? Instead of boring的你一個一個說 Tell me your name 這樣下去 你可以給他們一些tension 他們就會很excited 那最後 我很快講七八九 第七點是 Reinforce learning 那就是要一直repeat 你的key points 不是說你一次一直repeat 是throughout the whole lesson 你一直不斷地去repeat 那要用一些visual的東西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然後第八點就是 Keep your promise 不要為了討好他們 你去make一些false promise I promise you 小朋友是非常記得 你做任何promise 所以不要做這種事情 然後第九點是 Be kids friendly 你要用一些很easy to understand的language 比如說如果是一個三歲的 我不會跟他說 You have really disappointed me by not following my instructions 你就太多 然後他也聽不懂你的vocabulary 你可以就說 I'm sad 老師很sad 因為you didn't listen to me 就很簡單的 然後跟小朋友講話 這個常常被忽略 其實小朋友這樣看是蠻可怕的 因為我們都很高嘛 最好要蹲在他前面 就是跟他同樣的eye level 跟他講話 他這樣會feel more comfortable 然後最後就是要調整你的教材 這邊有一個例子 我的班有小小孩 也有大一點的小孩 阿拉斯和牌 OK 今天我們要討論 我們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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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小小孩不能化太 他的小肌肉還沒發展好 所以沒辦法化太細的東西 我連阿拉斯和牌 我也要去調整一下 像小小孩 你就要給他一張白紙 或者是一些很普通的 圖案讓他圖這樣子 好 那最後就是play fair 不要偏心 那我知道有些時候很難 有些比較乖的小孩 你會比較喜歡他 但是表面上還是要做一些功夫 就是不要讓別的小孩 發現說你特別喜歡那個小孩 然後怎麼樣做這些功夫呢 譬如說 make sure 每個人都有一個turn 就是每個人有當到TA 那你容易忘記的話 自己做記錄 或者是用一些name sticks 我自己很喜歡買一些木棍 就是叮棒吃完那個木棍 然後上面寫定字 每一次就抽一個 這樣你就make sure 每個人都有turn 這樣子 對好 然後最後做一個是 我剛剛沒有放 give choices 這個也蠻tricky的 choices 好 我給你選擇 然後我選了這個 因為大多數我選了這個 那其實這邊最tricky的地方是 其實兩個story都是一樣的 我只是印了不一樣的顏色而已 就不是說裡面是不一樣的故事 可是他們就會覺得說 我有一個choice像 對 好 那我給大家兩個短短的case 看看你們看不看得出來我哪裡做錯了 因為我像我說的我也會 我到現在還是會犯錯 就是我再看回來 就是看我自己教的我想說 當時應該怎麼做 那我看看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當時我也應該要怎麼做得比較好這樣子 那這邊有沒有什麼東西你會做的跟我不一樣 你從他手上硬扯過來了 硬扯過來了 還有呢 其實剛剛他打倒一個小朋友 那那種情況要立刻處理 就是如果我再做一次我會叫他立刻道歉 對 就是有很多小的teachable moment 老師的責任就是要be very observant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個 那這一段呢 他做好了你沒給他嗎 不是 就是我剛才有提到要be proactive 然後要remove一些東西 他其實整個 直接就不要 對 他整個問題就是他看到我有兩個棍子在那邊 其實那個東西我早就要收起來了 我用完就要收起來了 那如果我收起來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problem出現了 對 好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大家回家可以想想說 你教完這堂課你覺得說 我那個情況怎麼樣做就不會發生了 這是我常問自己的問題 對 好那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什麼別的問題 那大家老師我想問一下 你是教這個小班 你是一直都是你教嗎 還是你也有人輪流 我沒有輪流 大概 三 現在的schedule是每個老師一個月 可是我有跟夏天老師提議 我希望我是三個月 因為我這樣比較跟小朋友有一個 有一個關係 有一個relationship這樣子 對 我自己是建議起碼要三個月 這樣你set up the rules 他們也才記得 你set up the schedule 他也才記得 那我記得看到你們的email是 你們好像每個禮拜都不一樣 對 所以可能這個也可以討論一下 它不要變成比較一個月制度 因為我們是沒老師 就像你可能你在教旁邊有兩三個人幫你 我們是比如說一歲到五歲在一個班 有人哭有人要抱都只有你一個人 沒有人幫你 對 人手不夠 也沒有人會願意想要來小孩施工的 目前為止 就很少 有一些能夠來了 他可能這個月只能來一次 對 那就比較困難 但我覺得如果你有 比如說用多一點這些strategies 還是會有幫助的 Visual 像這種情況可能你們可以要求家長留 來做TA 對 就是在你找不到其他朋友 家長他們 按家長來參與 按TA還是相對有意義的嗎 就是 應該都好 對 因為教是 就是 很多個教 對 對 現在教的老師也少 對 但是TA相對來說 可能會容易 找一點摸不到 嗯 就是讓家長來幫忙 對 在行政上面 就是我們教育原則上是這樣 因為我知道 你來教小孩子 你沒辦法聽到 所以的確是一個比較大的犧牲這樣子 所以我必須要 顧慮到 就是讓這個人 他又能夠服侍他的胃癢 跟他服侍跟他的胃癢 這件是要 balance 所以我原則上 我就希望說 我們一般都找到三個老師 我在就是說 Cast out vision的時候 我也是跟老師們這樣講 就是說如果說 我一般可以有三個老師的話 那一個quarter 一個老師只要服侍一個月 對吧 那一年的話 他就是 就是四次 四次 四個月 這樣就很 doable 那我會讓這些老師 自己成為一個team 然後至於他們scheduling 他們要怎麼樣安排的話 我就尊重他們的意見 就像佳佳老師 他希望說 他一教就教育quarter which is good 對啊 就讓他們直接有這種facability 我覺得就是說 原則性的東西是這樣 但是因為每個教育的情況都不一樣 你們可以根據你們的教會 再做一些條件跟改變 情況不可能 永遠不可能是ideal的 其實像我們教會也是這樣 永遠不可能是理想的 但是 就是你靠神 神會 神聖靈會在當中幫助你們的 你們一定要相信聖靈在當中 會幫助你們的 對 對 先關系 教給一下 真的教小孩子真的是不容易 然後教小小孩又特別的不容易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很多很多技巧 可以使用 我每次看到小孩子 小孩子很可愛 沒有錯 我想說還好神把他們創造的很可愛 不然的話 我覺得 每個小孩子 就是個小罪人 你知道嗎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agenda 然後又不像大人 大人還會隱藏一下罪性 你知道嗎 沒有的話 就是完全胎在你面前 有的時候 你不知道怎麼控制他們的話 那真的是一團亂民 你可能會很可怕 對 謝謝老師 不好意思 因為我家裡有事 我現在走得很好 我之後我會把後面都直接看 OK OK 好好好 對您 好 神祝福你們 謝謝 好 好 那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我們都有一些hang out 像這個是叫做兒龍事工 新手生存守則 裡面呢 就有一些原則性的東西 然後你要怎麼樣 就是說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這邊看說 對 譬如說你看到一個小孩子 去推人家 我想我們很很直覺的就是說 你不能推人家 但是我們盡量都用正面的方法去 去就是去教導孩子 就是說 老師覺得你剛剛可能怎麼樣做會更 才是恰當的 對 就是我們我們大人太容易 就是看到小孩子有不對的反應 我們立刻就react 他那個反應 但是我們可以換一種說法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做會更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怎麼樣 譬如說他們喜歡尖叫 OK 我們會跟他講說不要尖叫 Stop streaming 這當然是一種方法 但是我們要跟他講說 你知道嗎 你這樣叫的話 你會傷到你自己的喉嚨 You hurt your voice Yeah You hurt my ears Yeah 你給他一個理由 然後跟他講的話 他就會更願意去 去服從你跟他說的事情 這個是真的有實驗的證明的 就是說你直接跟小孩子講一個入 新手那個可以 對 這個都會給你們 然後我直接講這個東西 然後還有我們怎麼樣盡量用一些 positive 證 譬如說除了good job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的說法 這邊有一份就是有 alphabetical的不同的說法 way to go OK awesome 這種鼓勵的話 這你們都可以做參考 這樣子 OK 好 你們是不是要休息五分鐘 我們時間是anyway已經超過的了 沒關係 沒關係 對 實際上我們直接講好 OK 好 那 詹佳老師我再弄那個東西的時候 你們有問題可以問一下她 老師 有需要嗎 比較舒緣 因為我有故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六到十三歲的是滿難搞的 是 是 就是 哎呀 手被他們弄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 蘇芬妳是教六到十三 所以我是我們六歲 那就是小學了嘛 對 對 那就是一個打扮 所以年齡層次差的比較大 他們也很大 對 他們也很大 他們大的孩子就說 哎呀我們不要去跟他們在那 那麼小的 怎麼怎麼不想進來 所以我們是因為 也是 不知道怎麼能 有一個教材 能適合 又是適合小 又適合大 只要哈 你只要盡量就是以活動為主的話 大小孩小小孩都會覺得有興趣 因為我們教會影片上我們 敬拜再美 嗯 他也是 但是我們排活動 那是 那有些孩子就說 我不要去跳舞 我不要去唱歌 那都是 什麼 什麼 就是 你們一般小孩的主日 誰是多長時間 嗯 小班的話是45分鐘 一直都要 我們都要快兩個小時 所以老師也handle不了 我們十一點開始 有時候牧師到一點才解釋 那可能我會選擇一個小時是交 一個小時是free time 或者你半個小時交 半個小時交 半個小時交 半個小時 因為這小朋友沒辦法 可是你free time以後 你再把他們叫回來就很難 就很難了 小小孩的話 所以要用剛剛我的 我剛剛說一些slogan 一些sign 是他們適應的一些方法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因為我們也有free time 我們也有reset 是不是 有 我們教育是這樣子 我們有兩堂主日學 然後中間有下課的時間 我們第一堂呢 是從早上九點半開始到十點半 第一堂主日學 然後之後十點半到十一點 是下課時間 然後十一點到十一點四十五分 是敬拜讚美的時間 還有講道 然後十一點四十五分 一到十一點半 是第二堂主日學的時間 對 我們第一堂主日學的時間 我們比較事實上做arts and crafts 我們每個禮拜不一樣 第一個禮拜我們是做arts and crafts 第二個禮拜我們是做體育課 第三個禮拜是看電影 但是都是看跟他們當周 或者當月在學的聖經故事 有關的電影 然後第四個禮拜呢 是我叫做 Kings Kids Transformative Forum 因為 因為小孩子當中 常會有很多issues 需要討論幹什麼的 我就用第四個禮拜 我如果覺得說 最近有什麼issue 我要跟小朋友討論的話 我就會用第四個禮拜 來跟他們講 不然的話 實在是沒有時間 每個禮拜就這麼一次上課的時間 所以我們第一堂課是這樣 然後第二堂課 我剛剛講就是敬拜讚美 然後第二堂主日學的話 就是上bible story 就上bible story 對 這是我們教會的structure 我們教會這個structure 在我們網站上都可以看得到 我在聽上網講 就是說 這種行政資源的東西 可以在我們那邊找到 然後你們可以看我們的model 你們可以twig it 然後適合你們的需要 這樣子 那b1姐姐 那你們r3 那些都是在什麼地方找的那些材料 材料 我們是 我們有幾個老師 他們都蠻厲害的 對 就是說 我會跟他們講說 我們盡量跟我們在學的這個 叫課前有關的 那不然就是說跟最近的節日有關的 譬如說像五月份母親節嘛 對 第二禮拜五親節 他們上禮拜做crime的話 他就是做母親節的塔片 這樣子 然後我們做完就收起來 這個禮拜再請小朋友給媽媽 那整個那堂課就專門去做手工 對 專門做手工 我們是每一堂課都是叫他們bible這樣子 因為我的philosophy是說 我要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去幫助這個孩子 把聖經的道理放在他的心中 包括看電影 對 然後包括做手工 包括 甚至如果玩遊戲 你可以跟一些bible game 有關的遊戲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 對 所以我們 雖然做的不一樣 但是整個是coherent 是整合在一起的這樣子 譬如說 最近在教十足行傳 我第三禮拜給他們看的電影 就會跟十足行傳 就是有關的 保羅的事工啊 或什麼的 對 我想就是clear一下 他說的 因為 因為我們常常有主持學 有preach time 所以有兩個block的時間 他說的第一堂課 其實是前面的block的時間 是吧 所以這種activity比較多 然後第二block的時間 是teach bible teaching 就sunday school 因為就像我們前面 一點之前 小孩子能free play的時候 他structure play 是吧 是意思吧 剛剛的問題是free play 但是現在就回不來了 喔 你說recess完了之後 是嗎 像我們如果 對 所以我就提到說 其實像我們recess完了 我們一搖鈴 他們就會全部回來 對 所以就是整個 我覺得就是那個架構 rules要set的很clear 對 對 因為你們現在才剛開始 所以是屬於那種一片 比較重要的情況 那因為我們已經 那個秩序已經建立起來了 所以小朋友 他們就知道 就有一個routine 可以follow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 他們心裡已經有個 有個譜了在那個地方這樣子 對 沒有關係 這東西就是take time takes time 對 反正就是說 嗯 我們用什麼樣的架構 你們要用的話 你們歡迎就是copy 你們就不要再想了 對 然後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都碰到過 我們可以討論 那手法 對 那個 可以微信或者什麼的 都 通過微信或者email 或者電話 有 直接微信 可以咨詢 對 微信就可以了 我回頭我就給大家 是 然後就資源了 好 那那個 現在我現在講高班 就是我們上課 我現在就用一次堂課 來給大家做個demon 這是我們上禮拜教的課 講的是那個 就是菲利去跟那個 Ethiopian的那個 宦官的那個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 好 好 那 這我就跟大家講 你們不要太擔心 因為你找到一個好的 curriculum之後 它裡面有很多活動 他們 這些專家也能幫你想好了 你就去做就是了 那我現在需要一個 volunteer 一個自願者 有誰覺得自己比較會畫畫的 不是不要需要很會畫 只要會畫幾何圖形就可以了 對 OK 你可以是不是 好 好 對不起 你再告訴我一下你的名字 Grace Grace 那請你背對我們 把眼睛蒙住 要 不可以偷看 好 好 那大家 這個是我要他畫的圖案 OK 他不能看到 你們都知道他畫什麼 然後你們什麼話都不要講 OK 好 那個 Grace Grace 好 那 現在你要follow我的instruction OK 我呢 不能告訴你你要畫什麼 我只能告訴你說你要做什麼 好 那 那請先畫一個三角形 OK好 那 我覺得這個三角形太小了 你可不可以把它擦掉 來 這邊有擦 對 起碼再比這個三角形畫大了 三倍吧 好 那這個三角形下面呢 請你畫一個四方形 要跟這個三角形連在一起 好 那在下面的這個square當中 請你畫一個長方形 還沒講完 長方形的下面的那個邊 要跟那個四方形下面的邊 是連在一起的 上面那個邊呢 不要碰到三角形底邊的那個邊 你畫錯了 我想請你把那個長方形放在正中 中間背 好很好 那在這個長方形的左邊呢 請你先畫一個小小的四方形 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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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畫好 那你在正方形當中 再畫一個十字 好 那請你先在長方形的右邊 你畫一個相等的四個正方形 大家看得到嗎 他在畫的時候 看 大家好 那請在那個中間那個長方形的中間 先左邊那邊畫一個小圓形 好 Grace 你知道你在畫什麼嗎 房子啊 房子 OK 非常好 好 大家給他拍拍照 好可愛 OK 他畫得非常好 Grace 你會不會告訴我 你剛剛在畫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你要畫個三角形下面的一個方形 我就知道你要畫房子 畫房子 OK 很好 OK 好 那這個東西跟我們今天要看的經劇有關 是從那個真言三章五點到六節出來的 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好嗎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 will make your hands straight 這個就是讓小朋友在畫的時候 他本來畫的三角形很小 然後你知道根本沒有辦法整個圖上畫出來 你就會糾正它 所以你就用這個例子跟小朋友講說 你看 事實上齁 就是 就是 你在畫這個圖啊 我在告訴你 你那個過程就有點像我們在跟隨神一樣 只有神 他腦中有全部的一個大的picture 你是沒有的 但神一次就只會告訴你一步而已 你要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OK 然後 不要 不要 不要依賴你自己的聰明 小朋友在畫的時候 他本來以為只是要畫一個幾何圖形 這是小朋友告訴我的 OK 所以 在你所有的道路上會認定他 他會是你的 是你的 就是 他必指引你的路 OK 我們就跟他講這個 讓他們也念這個中文這樣子 你要專心養大念的話 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 在一切所行的事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好 我的這個講法跟那個slide稍微不一樣 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今天這個聖經故事要講什麼 你們有帶聖經嗎 我們手機上都有聖經 手機都有聖經 好那太好了 那麼 這個 我想就要不好意思 這個都是電腦的這些 都是誰做的 我做的 你做的 對我做的 對 對 其實現在有很多現成的東西 那沒有什麼太難的 對 嗯 好的 那我看看 我可以把這個 OK 好我想請大家都站起來好不好 對 請你們打開 你們那個使徒行傳 第八章 二十六節 我們要動一動 我們今天要動一動 對 找到了嗎 神圖現在放到二十六節 好 我們要走到部外區 所以請大家跟跟我來 對 大家去部外 請找到的話 就跟我來 對 就像我們現在的 對 我們現在要想像你們是一個 printing 四到六點子的學生 OK 你讓他們用手機看來 有沒有 沒有沒有 對不起 我今天擺立必有一書 我今天我一放在這 就是我的聖經 我平常是一定會用聖經 沒關鍵 四個人才會用這個 八章 二十六節 二十六節 好不好 找到的人我想請一個人幫我們唸一下 第二十六節 好吧 好 有主的一個師者對菲律說起來 向南走 往那 從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 那路是曠野 對 我們最近都是在教食徒行傳 那食徒行傳呢 講到就是聖靈的工作 早期基督教會的興起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這些門徒們都是在六星的傳佛音 菲律這個時候 他本來是在 撒加利亞那個地方 又傳基督 然後又替人衣兵趕鬼 他其實忙得很 OK 可是突然之間 有主的一個使者對他說 起來 向南走 往耶路撒冷下加沙的地方去 那路是曠野 如果是你的話 你覺得容不容易 follow這個instruction 你本來很忙的 在一個很忙的地方 都是突然之間叫你去曠野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貼血不跟他想去曠野做什麼 沒有 沒有嗎 對不對 如果是你的話你要不要跟 可能會有慾 可能會有慾 OK 現在就跟我走吧 假裝你們現在是在曠野當中 OK 我們要在曠野裡面 要不要我們的那個就是金句 我就會請小朋友就是念一遍 這個時候我要讓他們背下來的話 我就會用這樣的技巧 這個其實就教完了 所以有worn walk的部分 然後有bible教導的部分 然後有這個應用的部分 然後他們小朋友很喜歡聽見證 所以你在講課的時候 任何時候你只要覺得說 有合適你的見證 合適他們聽的見證 可以跟他們講的話 我跟你講 你跟他們講一次他真的是 到他長大以後他都還記得 真的是 因為那是真實的東西 好 那我問一句 剛才的內容其實是材料都有 你是有些選出來放在那個powerpoint上 對 譬如說剛剛畫的那些東西 我跟你講他們材料裡面的東西很多 材料是死的人是活的 就是說你們可以選擇性的來用這樣子 譬如說我剛剛畫的那個東西 它其實並不是在worn up上面來用的 它有個學生本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我用來worn up非常好 我就用這個東西來做worn up 所以你自己可以選擇性 對你自己可以挑選 所以這個大概也給你一份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然後我很喜歡他的教材就是說 他很organized 他把它 要做什麼東西都把你寫出來 然後要什麼東西 需要的材料什麼 他都寫出來 花多少時間 很organized的一份教材 一目了然這樣子 At a glance 然後這個部分是老師部分的靈修 然後他也會告訴你就是說 喔 這個年紀的小朋友 他們的發展狀況是怎樣 這樣子 他都會提到 好 那他們知道教材 他們所謂叫做will learning R是什麼東西 請大家可以寫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講到教學法 你要怎麼樣教一個課 讓小朋友覺得有趣 不會覺得你過得 你要有這支點元素 R E A L R 就是 relational 不是他們只做完那邊 被動的聽你講話 而是你要在這個課堂上面 知道的機會 讓他們能夠建立關係 對不對 好 讓小孩子跟小孩子建立關係 像我們剛剛在那邊玩那個東西 是不是 三個人三人一組 然後呢 還有我剛剛讓你們可以彼此討論 是吧 然後小朋友可以做那個cherry 這都是在幫助他們建立關係 對嗎 然後呢 我們也提到說 禱告 像你這邊可以做很多變化 這樣的小朋友 你可以讓他們就是 他的設計是說 你去找一個跟你同樣match的 你發給他們小朋友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 就是說不要拿到蟲子人 然後讓他們去 先找到他們配對的人 然後再打放在一起 這樣你可以讓 配對跟配對的人在一起 讓他們可以一起來禱告 OK 當他們禱告的時候 我們就是幫小朋友 跟神建立關係 是嗎 對 然後建立你跟小朋友 自己的關係 對 好 所以你要讓你的課堂上 不是一個建立關係的課程 而不是你一個單上 講課程的課程 好 那第二個元素是什麼呢 E是什麼東西呢 E是Experiential E-X-P-R-I-T-I-A-L 就是經驗 經驗 對 你如果讓小朋友 坐在那邊 只聽你講的話 他就是非常被動 你要把你的課程 設計的就是 你很 讓小朋友都在裡面動 Evoke his activity class 然後provide hands-on opportunity 你們剛剛這個就是 一個hands-on opportunity 是嗎 剛剛畫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hands-on opportunity 然後你剛剛出去走動 那都是很active 然後全身都在動 對 然後multi-sensory 就是你又聽我講 你又看這個圖片 又要畫這個東西 你全身還要動 還要走路 全身都會用到 然後像剛剛我們那個經驅 那個意思 讓這個畫的人 我雖然只找一個人出來畫 可是事實上 他課程的設計是 兩個兩個人一組 然後一個人講這個instruction 另外一個人這樣畫 所以所有人都可以 都可以參與到這樣子 所以讓他自己去發現這個真理 而不是你口中去跟他們講 OK 那這個是個學習的金字塔 就是大家可能以前有看過 你如果只讓小朋友讀東西 他帶著 人們通常只記得百分之十 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